解放战争开始之后 苏玉率先领导了新四军 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蜕变 而且用兵如神 接连大胜 在苏中以三万劣势的兵力 对阵国民党十二万装备齐全的精锐 竟然七战七劫 此后苏玉在军中声名雀起 逐渐成为华野军事主官 苏玉率领华野打了很多以弱胜强 以少胜多的棋杖 如来吴战役 玉东战役 孟良顾战役等 下面馆长就来说一说 这场所谓的神仙战 1948年的玉东战役 本是一场计划之外的战役 无论是作战地点 时间还是目标 都不在计划之列 那么原本的计划是什么 又为什么改变了计划 发生了玉东战役呢 1948年前夕 解放军实力空前壮大 大小战役接连告捷 解放战争明显朝着 有利于我军的大势发展 但敌人应对我军的经验 也随失败次数增多 而不断增加 以至于变得出兵更谨慎 步兵更集中 行动更紧密 一段时间内 双方竟呈拉锯之势 僵持不下 建于此局面 西百坡中央军委 谋划着一场杀象狼窝 调动狼群 寻找漏洞 占据主动的打猎般战略进攻 这群狼就是此时的国民党军 狼窝在南京 狼群分散在西南 华南 东北 华北和中原 由于此时的猎人解放军 主要在中原及北方活动 而中原距离狼窝最近 所以头狼蒋介石就提出了 坚守东北 力争华北 集中力量 加强中原防御 肃清中原等战略方针 并把中原防护部队 划分在八个战区 负责防御守备各个战略要地 又将主力部队 集中编排出六个大的机动兵团 负责四级攻击解放军 而中央军委的计划 恰恰是要插进狼群的后方 迫使其不得不改变原本的部署 被我军调动二十到三十个旅 以回防狼窝周围 带狼群暴露空隙 我方在出动击杀 被任命插入狼群后方的猎人 就是肃玉 肃玉接到命令之后并不认同 并三次以个人名义 斗胆之臣作战意见 毛泽东最终决定让陈怡 肃玉前来中央军委 当面商量行动问题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 肃玉面对中央五大书记 详细阐述自己的看法 认为一旦孤军深入群狼后方 无群众基础 无物资补给 必然吃大亏 关键是长江以南 水道纵横 限制狼群的机械化主力部队的发挥 未必能如我所愿 又其前去 自己是亏 也是白吃亏 他话锋一转 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 暂不渡江 南进集中兵力 在中原黄淮地区 大量歼敌的方案 详细充分地说明了 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 肃玉的汇报有理有据 打动了五大书记 毛泽东通过和肃玉当面 直接的交流 决定一试解放军 在中原打大仗的实力 他把任务交给肃玉 要求肃玉必须在黄淮地区 打几个大的歼灭战 目标是国民党第五军 用四至八个月时间 歼敌六至十五个旅 约十万人左右 肃玉当即向毛泽东 立下军令状 肃玉深感重任在肩 长夜不能寐 他将如何执行 和完成中央军委的命令呢 他要打的这个邱清泉的第五军 是国民党军五大王牌之一啊 同时也是国民党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 装备精良 单兵作战技术好 一个人顶俩 邱清泉打仗又爱动脑子 我军一开始吃了他不少亏 其实 此时的邱清泉也正在竭力寻找 华野主力部队决战 战场上的履履得手 让邱清泉不可一世 对于肃玉这个对手 他并未完全放在眼里 当时的第五军 正驻扎在中原战场东北部的鲁西南 定讨成武一带 由于这是肃玉立下军令状之后的第一仗 他深感开局第一仗的重要性 在实际部署 巡奸邱清泉第五军的计划中 他发现实现难度很大 根据战场发生的新情况 他设计一个阳攻方案 肃玉决定用游动在黄河南岸 徐昌附近的华野 第三第八两个纵队作为诱饵 向淮扬方向挺进 诱导邱清泉追击 从而实现将其调连黄河南岸 以便河北岸的华野主力 趁机达成河南集结的目的 第三第八纵队出现在邱清泉事业 他大喜过望 如此机会不容错过 他下令全力追击 苏瑜的调虎离山之计成功了 此时静后在黄河以北的华野主力 第一、四、六纵队和两个特种兵部纵队迅速南渡黄河 消息传到南京 立即引起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的震动 蒋介石判断 解放军此举很可能是兵分东西两路向徐州进发 进而直逼苏北江南 于是他急令邱清泉第五军为主力 立即向南迎击东晋共军 接到小杰石的命令 邱清泉率领第五军主力 即整编第七十五师迅速回防 几天之后 国民党军聚集在鲁西南战场的兵力 就达到十一个整编师 仅二十万人 而华野方面只有四个纵队八万余人 双方在该地区兵力悬殊 国民党军明显占上风 前有重兵 左右金航大运河又有黄河 华野主力不仅回旋一地受到很大限制 而且还可能被动挨打 目前形势对素玉是个严峻的考验 素玉不隐不时地看着地图 突然灵光一现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攻打距离鲁西南战场 一百公里以外的开封 素玉为何突然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他突然看到 唐亮部队现在正在开封北边一百公里 而这个时候 阵势就好像是要打开封 我们一开始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不是没成功吗 我继续来 我打开封 你管 我就把你引诱出来 然后我射服包围你 如果你不管 我顺手搂草打兔子 把开封拿下 素玉定下这个 先打开封 后先原敌的作战方案 这是素玉军事生涯当中 一个绝地反击的神来之笔 此时的邱心拳 如敢去救援 那么 围点打员的新战机出现了 如果按兵不动 那么开封 必然被解放 解放中原省府城市 其政治意义 和对敌人的震动 绝不亚于 孟良故大劫 蒋介石判断 素玉要想快速攻克 绝非易事 如果素玉不顾一切强攻 山王家大 几天之后 必定难以支持 于是蒋介石 一面电令秋心拳兵团 孙元良兵团 向民权方向推进 以左右夹击 一面命令刘汝明 胡连两军 进至诸仙镇 陈流一线租机 同时 调动枕边第75师 第72师 其星边21旅 组成第7兵团 由屈受年任司令 进至商丘以东待命 蒋介石 企图对素玉兵团 来一个反包围 然而 蒋介石绝没有想到的是 开封城内的情形 却没有想象的乐观 当时负责开封城防的 国民党军第66师市长 与河南省主席 这对文武重臣 已是矛盾重重 闹得不可开交 由于将帅不和 二人不仅在开封防守上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而且在防务问题上 也是各自为战 素玉决定先攻击薄弱点 两天之后 第8纵队主力 全部拖入开封 城内河南省主席的保安旅 被迫撤退到市中心的省政府 第66师残部也被压缩在 城西北角的龙亭一带 然而就在档口 解放军的攻势和进城的速度 却突然放缓了 原来是掉那条大鱼 秋心拳的 而此刻秋心拳也正在 驰援开封 实际上在赶赴开封前 秋心拳对素玉攻打开封的 真实战略意图 已经有所察觉 可是他的判断并没有得到 国民党中原战区最高指挥部 徐州小总的认同 秋心拳在奔向开封的路上 就遭到解放军六百多门火炮 连续猛烈的攻击 被打了个猝不及防 五个小时以后 开封最坚固的堡垒 龙亭被攻克 国民党河南省主席 乘乱逃走 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 则在化妆突围的时候 被榴弹击中 当场身亡 攻克龙亭 开封战役基本结束 素玉认为 如果依托开封城 与国民党军展开首城决战 必然陷入被动 华野指挥部内部 为下一步的行动 争论不休 而且分级严重 在不得已之下 决定请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由中央来进行定夺 他命令起草了 继续中原作战 和撤退至黄浦修整的 两份作战预案 毛泽东最终来电 同意素玉继续作战 原来素玉提出 维艰国民党 另路驰援开封的大军 驱寿年兵团的作战计划 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素玉明白 想吃掉驱寿年 第一步 必须将两大兵团 立即分割开来 当他发现 邱心全 驱寿年 两兵团 拉开近40公里距离的时候 当机立断 当天晚上 在来不及查明 驱寿年兵团兵力部署的情况下 苏伊率领 华野指挥所 快速进入 齐县 西南的小湖港 令叶飞指挥 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 第十一纵队 组成突击集团 隐蔽集结于民权地区 呈南北夹击指示 令陈唐所率 第三和第八纵队 设法甩开邱心全追击 调胡向东 会同宋诗伦 所率各部 组成祖园集团 在驱逐年 66兵团 驻扎地 7至15公里处 构筑 两道祖园防线 分隔 邱区两兵团 组织邱心全 第五军 会诗东援助 一场残酷的攻坚战 完全进入了白热化 然而 此刻 蒋介石 调集了12个整编师 前往御东战场 蒋介石的目的是 要和华野主力 进行大决战 邱心全 在20多个小时内 连续发起多次冲击 都被解放军打退 与此同时 另一方 30号凌晨 三点 我军终于撕开 敌军阵地 一条口子 华野战士 端着刺刀枪 呼啸着 冲杀向前 敌军 包括旅长在内的5000人 被全部歼灭 在华野优势兵力的 连续攻击下 薛收年 整编第75师 16旅 和新编21兵团 先后被殲灭 蒋介石 闻讯爆跳如雷 他带上空军司令 紧急飞抵前线 上空督战 并且写下首令 空投到第五军的阵地 严令 进攻不成 立即斩首 在蒋介石 杀头的威逼之下 邱金泉主力 出动飞机 坦克和重炮 对华野阻击部队 疯狂进攻 7月2号上午 蒋介石 再次携空军司令 乘飞机 到齐县上空督战 并向邱金泉 发出最后通牒 再次电催 邱金泉 不惜一切代价 持援齐县 解救被围困在 铁佛寺的 屈兽年兵团 第72师 蒋介石通牒说 如果邱金泉 再不全力进攻 则中原国民党军 必然被各个击破 如此 中原作战失败 则党国前途 不堪设想 追求其责任 将全载第五军 此时的邱金泉 半是委屈 半是无奈 他是真的前进不了啊 我军 针对第五军炮火密集 空地联合 集团冲锋的作战特点 采取了以正面抗击 捅阵地反击 和侧翼反击 相结合的战术 缩小防御 正面加强 两翼配合 在这里 构筑于兵力部署上 形成纵深 梯次有重点的 环形防御体系 不止爆炸性障碍物 和非爆炸性障碍物 反正我让你进来 每一寸都要付出代价 这样 我军的阻击 一点点挡住了 第五军的进攻 持续了整整五个昼夜 共挡住邱金全军 几十次冲击 此时 秋区两兵团 相去仅十多公里 但却始终无法会合 蒋介石心机如焚 决定再次增兵 将北渊衍州的整编 第二十五师 调回商丘 与第三快速纵队 和第二纵队 组成西元兵团 以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 黄百涛为次令 日夜间成 十元趋寿年 其实就在围歼 七十五师的西线战事 结束之际 黄百涛兵团 已经抵达了距离 东线战场 只有十公里的地区 甚至一度打通了 同驻扎在铁佛寺 第七十二师的联系 这对华野部队 从东部撤出战场 造成极大威胁 肃玉快速在脑海中盘算着 如不立刻对敌人有错打击 我军携带大批伤员 将难以顺利撤出 即使撤输 各路敌人也会围追而来 此时的黄百涛兵团 正积极进行动员 鼓励各部队 不怕疲劳 不怕伤亡 咬紧牙关 坚持下去 要有全间敌人的雄心 与解放军遭遇之初 解放军进攻几个回合 都被他顶住了 到解放军包围上前时 黄百涛就自己掏出枪 指挥战士往前冲 亲自登上坦克 顶着枪迎战 带领部队在阵地上三进三出 竟然将失去的阵地 全部收了回来 但是到了晚上 又被华野夺了回去 战场形势 一下子呈现出胶着状态 华野主力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 其手中已无欲被对 形势越来越严峻 7月6号的华野磋商会议上 素玉做出决定 一定要在敌人重兵靠拢之前 结束狱中战役 但是大部队如何撤离 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战术动作 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敌军袭击 此时素玉又作为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决心利用打击黄兵团的效果迅速撤离战场 趁胜收兵分路转移 华野各部用全部炮火 对黄百滔兵团和第七十二师主力 发起最后的猛攻 负责阻击秋心拳第五军的华野石纵 和第二十九师托住秋心拳 掩护主力撤退 7月6号晚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趁着夜色 华野各部偷偷向鲁西南转移 黄百滔在惊魂未定之际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华野主力以全线顺利北撤 一个月的玉东战役 随着华野的撤离战场 画上了句号 这场打猎本要打群狼中的一只 结果不仅打死一只 还打残了一只 更是打怕了头狼 狼群从此萎缩 你说爽不爽 苏玉善于在关键的时候 干一些让人预料不到的事 而且总能成功 战后 林彪曾给他的参谋长刘亚楼说 凡是苏玉的作战命令 一定给我看看 为什么 跟高手学艺 此次会战是苏玉指挥我军 第一次大会战 而且是主动攻击敌大城市 深入敌人腹地 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万余人 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军 在南线战役级别的进攻态势 像这样的仗 也难怪林彪说 他不敢下决心 这场战役改变了中原 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 也为之后的淮海战役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看到这里 各位是不是觉得 苏玉不愧是我国战神 难怪连陈怡元帅都不禁赞叹 越打越齐 好了 本期馆长就说到这里 有不同意见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下留言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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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